自首王立軍,大罪立功,不用死 重慶前副市長王立軍,昨天在成都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訊 消失了七個多月的他,不用大手扣穿囚衣,仍允許有官員的風範 不像谷開來那樣漲爆,亦不像在拘留期間自殺不遂 消息還說,他自便時口才很好,話說公開審 但除了他的家人和一些人大政協,外國記者都不可以進去 前日秘密審了這兩宗罪,但沒有詳細說明濫用職權罪 因為可能涉及到中共高層的監聽 昨日審的受賄罪,亦沒有說明他非法收中什麼人 305萬人民幣的財物,至於殉屍枉法罪 就是指他包被涉嫌殺人的谷開來 恐慌雖說王立軍犯罪情質嚴重,但又為他開脫,說他肯自首 後來又叫手下重新調查谷開來單案,保留物證有重大立功的表現 為公安機關爭破該案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對尋思王法罪酌情重新處罰 因此分析認為是為他面詩而鋪路,案件會集日宣判 有專家就估計他的任期不會超過15年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